那我想在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可能大家對於這種官場的文化 立法院跟行政互動的這個文化比較不熟悉 但是我覺得那個都是應該是 十天兩個禮拜之前的事情 所以被稱為外星人內閣你可以接受嗎 當然不是我們長的都跟大家一模一樣 怎麼看民進黨內認為內閣和民進黨團橫向溝通有待加強 律委形容是外星人內閣 怎麼看目前最新民調顯示 民眾對於左院長代理的內閣團隊滿意度為43% 還有近六成民意的努力空間 台灣民意基金會公布最新民調 對於賴總統合作內閣滿意度都在四成以上 請問院長回應 我知道內閣上來將近一個月了 所以各方媒體還有國人都會非常關注 所有內閣成員的表現 那麼剛剛所提到的 在跟立委黨團的互動當中 或許有若干大開始的不夠雙方彼此的了解 但這個都應該是半個月以前的事情 我們經過了四次跟立委的參緒溝通 也經過非常多次立法院裡面的尋答互動 也經過了很多次不同的會議 我認為雙方的了解認識以及對業務的熟悉都比以前更好 但是無論如何所有的民調給我們的都是一個指標 不夠好的我們要努力 有鼓勵的我們更珍惜 我們永遠朝這個方向進行 希望內閣團隊在一個月的時候 會讓大家更清楚我們整體未來的內閣運作的方向 以及我們所提出的近期幾項重大的措施 我們會陸續向國人做報告 發現飛翠跟石門水庫都有在放水發電 那甚至這個核山的這個柴油機組也打開發電 是想請教部長現在是有缺電這個狀況嗎 完全沒有缺電 我想這個不管是水庫的這個放水發電 那個都是例行的 例行要測試 讓我們的那個發電機組是不是正常運作 所以不管核山也好 這個水庫的發電都是同樣的行形 部長那因為7月這個核山1號機組要出去了 能保證到時候不會有所有的跳電停電的狀況嗎 我們其實這個核山的機組這個下載 其實都有準備的 我們這個要上限的機組都已經準備好 那想要請教一下 好像現在民進黨內認為 如果行政部門跟黨團的溝通好像有點溫暖 甚至算這邊是不是外星人可以 我想沒有這個現象 這個到外面的人的解讀 那溝通上還好 溝通上還好 我們也很少碰面 市長想問一下 因為這個 不用美航空裝本氣的這個 也都有點卡下 這一點的話 可能是我在講話太快了 不是說每一個房裝冷氣不好 我是在講說要節能 因為我們這個用電 雖然是讓大家用得很舒服 但是我是希望大家這個沒有人的房間 那個冷氣要關掉 因為這個節能對我們有幫助 另外一個意思就是說 希望大家用的冷氣可以改成高效能的這個冷氣 我們大概經濟部在過去的日子裡面 大概補助了170萬台的這個節能冷氣 我想這個對我們這個整體的這個電 有非常好的這樣一個節能的效果 所以在這邊也順便呼籲一下 經濟部繼續在推動這些節能的 這個請大家換節能的冷氣 或者節能的冰箱 這些都是用電用很多 但是其實我們希望大家在能源的這個效益 上面要能夠這個提高 那這樣我想幫助大家都能夠節能 那節能也能夠省電 省電的話你的電費就會比較降低 真的有被趕出去嗎 我就說是不是沒有因為沒有拜會的民進黨立委 然後被民進黨管總統快建民給趕出去 有這件事情嗎 沒有那個我今天也看到媒體了 但是因為才華法並不是經管會主政 我想這個可能有所誤會對不對 我也沒有參加這場會議 我想我跟總召溝通也非常涼 那真的有被趕出去這件事情嗎 我就說我根本才華法的會議我並沒有參加 我想可能是個誤會 而且我也不是外星人 今天是18號 所以說520上任其實即將要滿月了 我看今天媒體針對院長包括內閣呢 有出了幾篇報導 但是感覺上這些報導的方向都認為說 我們現在包括財經內閣狀況外啊 政治小白這個閣員遭到綠尾狂電 其實我們我是不知道這個標題怎麼來的 但是我想我們跟院長碰面的時候 我們都是給建議 但是確實也有媒體認為說 我們的這些閣員來自產業界的很多 所以可能我們的內閣都還在磨合 所以院長您認為我們的內閣磨合好 也準備好了要帶領我們台灣走向另外一個新的高峰嗎 謝謝委員的鼓勵啊還有提醒 520到現在真的將近一個月 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在準備 立法院做市政報告 也花了很多的時間在準備就立法院提出的案子 我們來進行憲法上的救濟 但是我們花了一點時間在做內部人事的磨合跟穩定 我想在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可能大家對於這種官場的文化 立法院跟行政互動的這個文化比較不熟悉 但是我覺得那個都是應該是十天兩個禮拜之前的事情 所以被稱為外星人內閣你可以接受嗎 當然不是我們長得都跟大家一模一樣 但是經過四次跟委員的參緒 以及很多次在委員會裡面的互動 彼此的了解都應該有非常的進步 而且大家應該發現他們對於他們的專業 是非常的讓人家敬佩的 他們能夠從專業的角度 甚至產業界的角度 提出我們跟以前比較不一樣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大家應該用這種更寬容包容的心來交換更多的意見 這個對內閣團隊是好事 對國家也一定是好事 好 所以身為這個行政團隊的議員啦 專業之外當然政治的部分恐怕也是要慢慢的學習 怎麼樣跟立法院溝通行政立法才可以起步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